想不到吧? 我们今天又来看 First Take! 嗨嗨,大家好,我是Sinny姐姐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 就是蔡依林在First Take 录制的玫瑰少年 那我觉得First Take 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表演都是一进到底 完全没有出错的机会 所以是非常非常考歌手的功力的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首玫瑰少年 其实玫瑰少年对我来说 他歌词的意义我觉得非常的好 所谓的玫瑰少年 他说的就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 台湾有一名男生叫做叶勇志 他当时好像是在读国中 因为性取向经常被同学们嘲笑、霸凌 然后有一天下午就被人家发现到 可能被殴打然后躺在地上 送到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幸过世了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将心比心 这首歌词曲部分 其实蔡依林自己也有参与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她唱起来比较有感觉 好,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一起来看这个表演 因为版权问题 请大家到The First Take的频道欣赏完整的演出 其实这里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他的口气 我觉得是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的 大家仔细听有一些就是小声 然后一两个字 比较要emphasize的就大声一点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层次感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蛮喜欢他的那个整个feel感觉 这样子的arrangement也蛮好 暂停一下 我以为是一个two piece band 就是只有吉他跟他 OK,这样子真的是比较精彩一点 所以我们再继续听下去 我要大家仔细听就是你听他的口气 而且他的大小声 其实做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嗯哼,yeah,nice 那重新把这首歌编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蛮喜欢这个feel的 对不对 那这里那个synth的声音 其实也有一点retro的感觉 2分钟41秒 听一下这个part 那个 改变了你 那个地方我还觉得 选择用的这个note 这个音符还蛮好听的 原版有吗?应该没有吧 改变我们再继续听一下好不好 WOW 却竟所更多的真理 却化行无数的真心 WOW 大家有没有听到最后的那一段 特别感性,特别有感觉 他真的是把他演绎的非常好 尤其是口气的部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蔡依林他可能就是舞蹈跳的比较好 唱功可能不算是唱将啦 可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要明白蔡依林这么多年经验了 其实口气真的 其实也是他们的强项 如果你把口气,你的大小声 你把这首歌就是自己演绎的一些态度 把它可以呈现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很artistic的一个表演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版本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如果你知道这首歌 可是你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话 大家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你比较喜欢原版的还是这个 first take版的呢? 这个是不是比较感性一点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表演 明白到口气,还有你的大小强弱的重要性 尤其是流行曲来说 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如果你觉得你唱歌听起来没感情 没有让人觉得可以跟你一样就陷入这个音乐的话 可能可以从口气还有大小强弱这边 来开始下一些功夫好不好? OK,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又或者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森姨姨姨 当然也记得帮我们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好,我们下个星期五见,拜拜